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希望郑秀文可以走出这一次勇敢面对 千万不要被渣男剑鱼所击倒 那么大家对这次出轨时间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好了 接下来就是每天要小编累到脱血的圈中猛料 一起来了解一下 千千今儿要爆的这个料 真正的说明了娱乐就是个圈 因为秦俊杰被拍到在孙一家过夜了 大晚上的妹子急吼吼穿着睡衣就下来接人 却还要故意前后走避个弦 真是女人的心思你别猜啊 而秦俊杰这一进屋再出门可就是大白天了 瞅着驾驶轻车熟路的就到了片场 看来俩人一起腻歪也是长事了 随后孙一也从家里出门去逛街 合着这确实是俩人爱潮了 之前俩人在片场互动过蜜就传过绯闻 当时否认的那是一个斩钉接铁 咋 到底当初就是放烟雾蛋呢 还是后来日久生情呢 秦俊杰作为养子前男友 当初因为一碗胡辣汤占足版面 而孙一也不是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同时拿稳林更新和自己老师 段位那也是相当的高 至于这样呗 组一起半个娱乐圈也就这么穿起来了 劝劝独家出图 学科的瓜友赶紧补一下吧 近日一份假奶量李小璐的离婚协议书被曝光 随后就遭到双方的一致否认 李小璐方喊话要追责 假奶量姐姐回应是造谣 就在夫妻粉以为吃了定心丸 俩人终于合力打破离婚传言之时 却被当天现身的假奶量泼了冷水 昨天下午 假奶量因工作亮相成都机场 身穿灰衣黑裤 头戴口罩墨镜 脖子挂着耳机 手里滴溜着帽子悠闲地走着 丝毫没被离婚协议的娱乐影响 爸的瓜友却发现 这次假奶量手指头上竟然没带婚件 恍然大悟 离婚协议是假的和离婚是假的 是有区别的 怎么说呢 圈圈觉得还是先别瞎猜 静静吧 毕竟假奶量婚后 也几乎不带婚件啊 许志安与黄欣颖被爆出轨后 安载开发布会承认出轨并道歉 黄欣颖昨天发文承认错误 接受惩罚 马国民也回应称 很快就消气变关心 希望大家给黄欣颖空间 可昨晚 港媒还是放出终极视频 俩人在出租车内又亲又抱 到达目的地后 许志安和黄欣颖照顾着 一起下车上楼 安心偷食 现在大家最不放心的 就是萨蜜郑秀文了 真的很怕她受不了 接连不断的打击抑郁症复发 然而昨天港媒的爆料 却并不乐观 自从许志安被爆出轨后 萨蜜情绪一直陷入崩溃边缘 目前一伙碎万里 与安载在潜水湾的爱潮 虽然有家人陪伴 但也无法阻止她封闭自己 不接电话 拒绝见人 甚至不眠不休 唱片公司只得将她的工作 暂时叫停 给予她足够的时间空间休息 想想曾经走出 中毒抑郁症的她 全是靠政府许志安的精神支持 安的运动辅助 释放安多芬的成果 可如今精神支柱出轨 小三还是一起运动的朋友 唉 难道美好的童话 最后都会变成狗血巨吗 近日 马上新系上线的杨硕 却被黑料缠身 又是疑似婚内出轨 18线艺人 又是嫌片酬降低 耍大牌霸演 昨天晚上 不看网友 唇枪舌剑的杨硕方 名称以上均属不实传闻 以涉嫌侵犯杨硕名誉权 请立刻停止转发转载等行为 并将对不实言论的发布者 依法追责 同时特意强调 杨硕及其工作室 坚决拥护国家广电总局 对影视行业的管理规定 绝对没有出现以上行为 鼓励社会公众正当监督 反对操纵舆论恶意炒作 唉 这么有底气 那瓜友们就静候佳音吧 但如果说最近针对她的猛料 都是假的 那杨硕和她的团队 就真该好好琢磨琢磨 到底是动了谁的奶酪了 自从与陆寒官宣恋情后 关小彤日常被传各种黑亮 甚至被指责在综艺节目中 故意打红马思纯嘴唇 一度引发网友的各种吐槽 近日关小彤在参加某节目时 首度回应网传片段不是真实情况 自己与马思纯仍是朋友 原来根据现场主持人何炯的一手线棒 当时道具因为节目组没有做好保护 才导致关小彤操作失控 重重打向马思纯 哎嘛 原来格格背了这么久的锅 心里估计不好受吧 没想到小彤却表示 自己心脏承受能力练得越来越强 对于误解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看来格格虽然年纪小 但是心态却是够大气 千千也要被他圈粉了 金像奖期间 宋慧桥宣布签约王家卫公司 正经800进军中国市场 不过落金还没开始就诸事不顺 最近有网友爆料称 他在参加某品牌活动时 耍大牌刁难工作人员 临时换酒店 矿泉水洗澡 半夜调配全身镜 俺的指定颜色指甲油 这都不算啥 还有爆料者称 宋慧桥在中国参加活动时 不满宣传公司安排 要求中方手写道歉信 并让主办方支付欧元献金 这作成宋大强了 都有点不真实了 但2014年 乔妹就曾被报 通过虚假申报等方式 逃税25亿韩元 约1507万软媒币 而受韩国网友唾弃 所以有不少网友怀疑 她收现金的行为 是重蹈逃税覆辙 可是圈圈觉得 来中国收入就够高的了 她没必要再铤而走险吧 这瓜我们还是在等等 什么在吃 李湘终于又晒安州来了 昨天湘姐在微博 PO了一段 王氏玲打高尔夫的小视频 还特意走心的 做了慢放效果 不怪人家要晒娃 看安州来着动作和架势 那是相当的标准了 从小就把高尔夫 这么有难度的运动 玩得这么溜 圈圈和围观瓜友一样 真情实感的酸了 之前李湘给王氏玲吃好春好 一发微博就被瓜友群殴说炫富 整得湘姐直接就把评论关了 也不怎么发安州来相关 连王氏玲自己的微博也不更新了 可把不少真粉丝给想坏了 不过眼看宝贝长高了 也瘦了不少 就等着女大十八遍 给我们好看啦 今天就是漫威影迷盛典 结果昨天的新闻发布会 居然声明钢铁侠 因为个人原因不能出席了 粉丝可伤心坏了 纷纷让官方给个说法 毕竟判了半年 你这突然缺席 总得有个说法吧 有还没说 唐妮是因为私人飞机无法入境 直接飞回了美国 这消息一出 吃瓜群众算是没辙了 But也有妹子说 自己在精美看见唐妮来着 确实是因为有事临时走了 不论因为啥吧 铁罐粉都只能盼着 下次再见本命了 不过虽然RDJ没来 美队也缺席发布会 但我淘贴心的录了小视频 说自己盛典一定到 蚁人和鹰眼也是完美营业 前者怕剧透不敢回应记者提问 居然把大哥喊到台边摇耳朵 后者则在微博热情互动 还翻牌粉丝 But去年的新联系 慰问演出历历在目 今晚的盛典到底是一雪前耻 还是再创辉煌 咱们就事故以待吧 虽然彼博已经重新做人好多年 但最近还是被过去的破摄缠上了 两年前被彼博开车碰伤的狗仔 将他告上法庭 要求彼博赔偿损失 因为自己遭受到精神伤害 和一般性损害 还变成了永久残疾 消息一出粉丝就炸了 当时我把第一时间下车 看你咋样了 一直在现场蹲到警察 让他走都不走 反复要确保你没事 而且之所以有这破事 还不是因为你们偷拍闪光灯开太亮 更迷的是 这个大哥事后还在医院录自拍 连夸比博是好孩子 结果两年之后反倒来劲了 只能说碰死也有时效性 你不抓紧别赖皮啊 风神演义播到现在 圈圈我是明白 古人没有电话多耽误事了 那面达己以为全家都没了 在宫里为了报仇全盘黑化 眼看着连太子都不打算放过 想跟周王一起老小一锅端 这面杨简还不紧不慢 学着始终也没啥进展的仙术 实挂群众都跟着快急死了 你再不加把劲 达己就要生出小狐仙来了 不过达己生活虽然丰富 杨简荒山也领照杨简妹子 这不就练着练着 就靠肩膀了 之前无论如何学不会的法术 一下就无师自通了 哦 萌妹的力量看来真的是无限的 发的杨简这个大直男 到现在还一心都是旧妹妹 而达己看上去已经没法回头了 到底俩人情归何处 各位瓜友还是锁定我优酷 全网首播的风神演绎 亲自跟进一下吧 过年了过年了 杨帆CP粉们过年了 辛辛苦苦盼了四十节 柳青阳和陈亦凡终于亲上了 哎呀呀 你敢打我 我就敢亲你 王欧饰演的陈亦凡情绪崩溃 没事 没有什么是一个文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再给我亲 官友看了都觉得他俩CP感十足 尤其吻戏的时候 王欧看着公 吻戏像一个懵X少女 佳奈亮平时看着逗逼 吻戏却霸气十足 CP粉更是含泪磕糖 这是什么魔鬼爱情 连吻戏都这么虐的 不过杨帆女孩们坚持住 锁定优酷扛起大旗 结局不远 甜蜜已经尽在咫尺了 八卦很久远 娱乐圈不停 这就是娱乐圈 每天早晨八点钟 带你皮卡朵带你飞 让你秒变圈利人 我是西西 这就是娱乐圈 你的长发 短发 卷发 持发 配发 短发 修发 爱着你的每一个想法 我也没有办法 此生与你揭发 爱着你的比赛白发 爱着你的比赛白发 爱着你的每一个想法 这世界很酷